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险些摔下台时 辅助他的竟然是俄罗斯联邦警卫局的警卫 中南海保镖不见踪影 习近平6月7日出席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 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 习近平与台下的贵宾握手时突然失去重心 差点跌倒 幸好被保安人员及时扶住 全场当时一片惊呼 普京正站在习近平身后与其他人交谈 看到这一幕之后 微微摇了摇头就走开了 细看视频 奇怪的是 习近平当时是一个人站着 身边没有亚洲人 更完全不见中南海保镖的身影 当他差点摔倒时 急忙扶起他的是俄方保镖 这非常罕见 据透露 现场的保镖出自俄罗斯联邦警卫局 这是源自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机构 负责俄总统的安全 还控制着可以在核战中使用的黑匣子 习近平此次对俄罗斯为其三天的访问 被认为是在中美贸易战硝烟中拉拢盟友 在6月5日两国首脑正式会晤后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习近平称呼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 不过 这次摔跤小插曲发生之后 分析人士半调侃子说 普京见到习近平疑似健康出现问题 良人的结盟恐怕要泡汤了 时评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这样分析说 习近平这个险些摔倒 可能使他连日疲劳 心神恍惚 也有一个可能是身体有问题 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一直传言不断 前不久在法国时 说他步履蹒跚 大步卖不了 习近平当时出访欧洲三国 还要带上床垫子 全部床具 除了安全防范之外 可能也有特殊的治疗作用 作为大国领导人 闲息摔倒这种新闻会在国际上不禁而走 俄罗斯方面的情报机构 特工也会仔细侦查习近平的健康状况 和金正恩一样 这些极权封闭国家的领导人出访 都会受到各国情报机构的密切注意 其中就包括健康状况 普京是克格勃出身的谍报高手 显然会在习近平访问的整个过程中 对习的健康状况做出全面的侦查 有关信息还会提供给美国和欧洲国家 作为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合作的一部分 以上新闻 由欧洲希望之声记者郑平报道 宏 美国 北 美国 感谢观看